大家好,我是翠华 看看咱现在变成了有钱人 妥妥的富婆,全身蜜辣 看看这是咱们家的姑娘果成熟了 这涛哥花大饼给我做的项链 像样不? 这东西不能光看 咱主要是为了吃 看看这色泽金黄的小伙子 东北特色水果黄姑娘 看看啊,现在这个在挑选 大家说这水果挑的干什么 直接拿都不行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 它是非常消耗人力和时间的一个水果 我先替你们尝一个 主要是它穿了一层小衣服 我们给它扒开之后 里面的小黄果子就露出来了 但是它不像其他的水果 你看葡萄裸在外面 而它是穿着衣服 很难看清它里面的好伟外 所以经过人工啊 一遍又一遍的筛选 这瓦娘是技术活着 你得用手触摸它 如果它是软的 那肯定能坏了 硬成成的肯定就好的 所以啊,就是 这是凭经验 凭手感来挑出来的 还有的朋友说 这么费人工 就不能上机器筛一下吗 这瓦是水果浆果类的 它筛不了 如果说像那个什么针子呀 那种还有骨头了 它落在外面的 你能把这个不好的 直接就看到扔掉了 但是这个不行吗 它不是有一层隐藏的衣服吗 所以啊,这小果的 就经过这么人工的筛选 它的成本就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水果成本要高很多 我这个是小的啊 哎呀,那家傻大傻大的 重量的话得赶它四个 但它俩品种不一样 这个呢,航运输 大多数大家能吃到的 都是这个品种 因为这个品种的话 运到外地去 它不会坏 但是皮硬 多年的经验 和我们当地人试试这个 几十年这个口感啊 还是这个偏小一点的骨鸟 它的口感更香甜 皮更薄 更受我们大家欢迎 嗯 嗯 嗯